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戏犬小汪 小汪曾经是马戏团的一只马戏犬 他曾经和老虎狮子同台表演 然而随着马戏团的倒闭解散 小汪被送到了一个牧场 一个从马戏团出来的狗 能够担任放牧的工作吗 爸爸 马戏团里那么复杂的表演 他都能学会 放牧这种简单的事情 我想他学起来自然也会很快 那好吧 那小汪就交给你来训练啊 没问题 我一定会让他成为一只出色的牧羊犬的 真正的牧羊犬 会将跑散的羊驱赶回群体中 并且会赶走所有引起怀疑的入侵动物 然而小汪却丝毫没有这种意识 在他眼里 这些都不过只是一场游戏 后来他竟不顾一切地寻找起了玩伴 阿辉 看来他真的不是一只牧羊犬啊 你训练了他那么久 他依旧什么也没有学会的 不会的 我认为他会成为一只勇敢的牧羊犬 爸爸 你可别忘了 他曾经可是和狮子老虎一起同台表演过 面对那样的猛兽他都不害怕了 所以我相信面对狼 他一定也会毫无畏惧的 嗯 或许你说的有道理 希望他能勇敢地和那些野兽进行打斗 来保护我们羊群的 没错 听说最近草原上经常有狼出没 我这些天就带着他 看看他面对狼会有什么反应 嗯 好吧 哎呀 果然有狼 小汪 去把他们赶走 果然是和老虎狮子经常在一起的狗 面对这几只狼 他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天啊 他这是在做什么 什么情况 他这是在跟着狼学习攻击羊群啊 小汪 他们是敌人 你这是在做什么 小汪 小心啊 狼来了 我来救你了 小汪 坚持住 不用害怕的 没事的 不过是受点轻微的皮肉伤而已 小汪 你这次可要吸取教训啊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 都像马戏团里的动物那样善良 往后的那几天 受伤的小汪 一直留在村子里养伤 由于他伤得并不重 因此 这几天他丝毫没有闲着 整天跟着阿辉到处逛逛 那里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去看看吧 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 绑着两只狗 那两只狗一边不停地挣扎着 一边发出阵阵惨叫声 要磨砺一点 等一下好下手 叔叔 你这是在做什么 这两只狗做了什么坏事 你要这样对待它吗 这两只狗并没有做错什么 它们只是年纪大了 不能放牧了 养了它们也只是浪费粮食 所以还不如杀掉吃肉更好呢 哎呀 你这个家伙 想做什么 阿辉 管好你的狗 它要是再扑过来咬我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汪 我们走 我们离开这里 走啊 小汪 我要伤心了 你放心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从那天起 小汪变得沉闷了许多 它不再往人多的地方凑热闹了 甚至不愿去野外放牧 只在家里留守着 这只狗这种状态应该是被吓傻了 它没办法成为牧羊犬了 我看还是杀掉好了 不行 爸爸 留着它吧 我很喜欢小汪的 好吧 那就留着它吧 好歹 它还能在家里看门 小汪 我要和爸爸出去了 你在家乖乖地看门的 小汪 小汪看着他们父子离开后 便在院子里到处走着 院子里的角落里有一个栅栏 里面养着一头小猪 小汪看到它后 兴奋地凑了过去 隔着栅栏看着它 小猪也发现了小汪 它哼叫着凑了过来 小汪兴奋地摇着尾巴 它们一个哼哼叫着 一个汪汪叫着 像是在交谈一般 小汪和这头小猪 很快便成为了朋友 然而小猪长得非常快 没过多久 它便长成了一头大肥猪 这头猪长得可真快呀 正好今天下午 杀猪的王师傅要来我们这里 我们就杀掉它好了 太棒了 那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吃一顿 香喷喷的炖排骨了 你这个小子真是贪嘴 好吧 今天晚上我们就做炖排骨 小汪 我们来玩吧 你们家的这只狗要干什么 小汪 你给我乖一点 不然我就要修理你的 小汪 不能咬人 快过来我这里 你们家的这只狗太凶了 我看还是杀掉算了 不然要是咬到人 可不是闹着玩的 是啊 他如果总是这样的话 那可真的不能再养了 不行 你们谁也不能伤害小汪 走 小汪 我们出去 不要在这里了 当天晚上 小辉和父亲吃了猪骨汤 而小汪 却远远地躲在一边 不停地流泪 他在为自己朋友的离去 而伤心 怎么样 阿辉 今天炖猪骨好吃吧 嗯 真是太美味了 诶 小汪去哪里了 小汪 快过来啃骨头了 这只狗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好像失了魂一样呢 我想 他这是看到了我们家的猪被宰杀 感到害怕了 马戏团的狗 除了会翻跟斗 简直一无是处 我们养着它 真是浪费食物 爸爸 你答应过我不会伤害它的 即便它是毫无用处的 好吧 只要它不伤害别人 就留下吧 小汪 放心吧 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来 尝尝美味的肉骨头吧 天啊 小汪它这是要干什么 阿辉 你看 它竟然 对你都那么凶 这只狗不能养了 怎么会这样啊 小汪 它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从那天起 为了防止小汪咬到别人 它被用绳子拴在了院子 哎呀 你们怎么把这只狗给拴住了 是啊 我们这里的狗可从来没有被拴住的 别提了 这个家伙 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废人 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废人 还是拴起来安全一些 啊 这只狗不是从马戏团里出来的吗 一只马戏狗竟然敢尝尝废人 那一定是疯了 我看你还是将它处理掉的好 是啊 怎么能让家养的狗废人啊 宰了算了 我儿子阿辉喜欢它 就暂且养着吧 小汪每天被拴在院子里 非常孤单 阿辉见它实在可怜 便将绳子解开 带它到山林里玩耍 小汪 别跑太远 你慢点啊 我都跟不上你了 看来这些天 真的把它给弄坏了 算了 就让它畅快地玩玩吧 玩够了 它会自己回来的 小汪 是你吗 你回来了吗 啊 是狼 当你遇到狼时 一定不能背对着它逃跑 那样的话 狼会从背后袭击你 并一口咬住你的脖子 你只能面对着它 寻找机会逃命 怎么办 我是跑不过它的 还寻找机会 我哪里有机会逃命啊 小汪 是小汪 小汪 快来救我 看来那一次 它遭到狼的袭击 吓破胆了 救命啊 此时 恶狼突然一下子 朝阿辉扑了过去 瞄准它的腿部 打算一口咬下去 但就在这时候 小汪也快速地 朝恶狼扑了过来 一口咬住了 恶狼的腿 让它没有机会 扑到阿辉的身上 恶狼痛了 大叫一声 然后急忙扭头 恶狠狠地 朝小汪看去 小汪死死地 咬着恶狼的腿 丝毫没有松口的意思 快来人啊 狼来了 狼来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周围凤墓的村民 听到了阿辉的呼叫声 急忙赶了过来 当他们来到山林 赶走恶狼时 小汪已经被咬得奄奄一袭了 小汪 你醒醒啊 你快醒醒啊 你父亲不是说 这个家伙不是经常袭击人吗 可是他这次 怎么会为了保护你 而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呢 他袭击人 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 他也把我当成朋友 为了朋友 他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真没想到 这只马戏狗真是重情重义呀 阿根和金雕 阿根 你父亲的腿摔断骨折了 要想恢复起来 可得花费不少时间了 而且就算把骨头接起来 也很可能留下伤残 医生 你想想办法呀 你可是我们这里最好的截骨医生 没有合适的药 再好的医术也没有用啊 医生 你不是已经给我父亲开了药吗 但是我开的那些药里 缺少了最重要的一味药 蓄骨天 那是效果极好的截骨药材 不过这种药草 只生长在悬崖峭壁上 要想采摘到可是非常困难的 我手中的这种药已经没有了 我的年纪也大了 没办法再去采摘这种药药了 所以配置的药效会大大降低的 原来是这样啊 医生 那我去寻找蓄骨天吧 阿根 采摘蓄骨天可是很危险的 不但要攀爬悬崖 而且还会遭遇到金雕袭击 医生 你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那好的 等你拿回来蓄骨天后 我再重新给你父亲配一些药 这样就可以痊愈的 为了医治父亲摔断的腿 阿根开始攀爬到了悬崖上 去寻找蓄骨天 金雕飞得好高啊 如果我能像他那样飞起来 该有多好啊 那样我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摘到蓄骨天了 怎么回事 他发现猎物了吗 阿根循着金雕 俯冲下去的方向看去 果然地面上有一只野兔 金雕飞快地朝野兔扑去 然后用利爪 一下子抓住野兔 天哪 金雕的爪可真是太厉害了 一下子就抓到了一只野兔 看来那里有个金雕窝呀 这下可小心点 如果让他以为 我想要偷弃他的巢去 那可就糟糕了 徐骨天 太棒了 终于找到他了 阿根兴奋地朝上方爬去 这时候 一只金雕突然从他上方飞了过去 阿根大惊 急忙一动也不动地 趴在峭壁上 等金雕飞走后 他才松了一口气 真是好险啊 看来金雕的巢穴就在上方 果然 阿根向上攀爬了没多久 便在悬崖一突出的石台上 发现了一个硕大的金雕窝 里面还有两只小金雕 多亏那只金雕飞走了 要是让他看到我的话 一定会攻击我的 动物在保护自己的幼崽时 可是最凶的 我可要小心点的 这里山峰太大了 我要站稳一点 不然被风吹下去 可就是逼死无疑的 阿根紧紧地将身子贴在岩石上 然后一只手抠着岩石 一只手从后腰上拔出镰刀 然后他用镰刀砍下那株蓄骨天 并将蓄骨天一根根折断 放进随身的篮子里 终于踩到了 太棒了 我爸爸的腿一定会好起来的 哎呀 不好 啊 阿根就这样 尸首从悬崖上坠落了下来 不过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摔死 只是昏过去而已 没过多久 他便渐渐地苏醒了过来 好痛啊 我的腿太痛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难道我已经死了吗 我没死 我还活着 哎呀 好痛 看来我的伤势不轻啊 金鸟的叫声 怎么回事 阿根挣扎着坐了起来 他发现自己正处于金鸟的窝巢旁 窝里两只小金鸟正好奇地看着他 天啊 这是金鸟的窝 天啊 这里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这下我该怎么办啊 你们这俩家伙 我可不是你们的食物 不要靠近我的 这两个小家伙对我来说 勾不成什么危险 但是如果那只大金鸟飞回来 可就糟糕了 把那双利爪 可以轻易地将我抓死 想一想 真是太可怕了 阿根刚说完 天空中便传来了金鸟的叫声 阿根大惊 他抬头看到金鸟 正抓着一只野兔 永远极尽 飞快地飞来 天啊 他飞回来了 我现在手里什么武器都没有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下如何是好啊 没有办法了 只能用这些石头来对付他了 怎么会是 人类怎么会出现在我的窝里 我的孩子有危险 我要快下去救他们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快闪开 你给我闪开 哎呀 好痛啊 太棒了 终于打中了 如果被他的爪子抓住了 可不是闹着玩的 啊 他又飞起来了 谢天谢地 他总算走了 好饿啊 这样下去可不行 就算不被金鸟杀死 也会活活饿死的 不行 得赶快找点东西吃才行 没办法了 只能这样做了 哎 我又不是野兽 怎么能吃得下生兔子呀 不好意思啊 这原本是你们的食物 结果让我给抢来了 好吧 我把它还给你们 他将野兔扔给了小金鸟 小金鸟立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悬崖一旁 金鸟注视着英朝里的情况 突然 他又展翅 朝英朝冲了过来 阿根听到风声后 急忙抬头查看 当他看到 俯冲下来的金鸟 吃了一惊 阿根已经来不及捡石头了 于是 他急忙脱下了上衣 然后拼命地飞舞着 金鸟无法靠近 只好再一次飞了起来 他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 然后又一次飞走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得想办法从这里离开 好痛啊 我这条腿应该是断掉了 这样的话 我根本没有办法从这里离开啊 这下该怎么办啊 我的父亲还等着我送药回去呢 看来 他并没有伤害我孩子的意思 他应该是失足掉落到我这里的 可怜的人类又没有翅膀 他根本没有办法从这里逃走的 阿根显得非常困 他开始打起了盾 金鸟见此情形 又一次俯冲了下来 正在打盾的阿根 听到风声后 一下子惊醒了起来 抬头一望 看到了俯冲下来的金鸟 立刻又挥舞起了衣服 金鸟无法靠近 只好再一次飞回了矮顶 可恶的家伙 竟然想趁机偷袭我 小家伙 你们能和你妈妈说一说吗 我并不想伤害你们 我只想回家 唉 我这是怎么了 我和他们说这些做什么呀 他们根本听不懂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毒蛇 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它偷偷地来到了金鸟的窝旁 然后双眼盯住了那两只小金鸟 远在高处悬崖顶上的金鸟 一眼看到了正准备攻击小金鸟的毒蛇 孩子 小心有毒蛇啊 虽然金鸟俯冲的速度非常快 但毕竟太远了 那条毒蛇已经张开了大嘴 朝小金鸟发起了进攻 小金鸟一旦被它咬中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快点 再快点 我的孩子 妈妈来了 就在这时候 阿根将手中的石头 一下子朝毒蛇砸去 毒蛇一惊 急忙退了回去 然后朝着阿根吐着舌头 阿根吃了一惊 急忙伸手 又要再去抓石头 然而身边哪里还有石头啊 阿根手摸空后 显得有些惊慌 哎呀 没有石头了 这下该怎么处理 毒蛇凶狠地准备朝阿根发起攻击 这时候 俯冲下来的金鸟一把抓住了毒蛇 然后飞了起来 一松手 将毒蛇丢进了山谷里 哦 刚才真是好险啊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 阿根 阿根实在太困了 他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突然 他感觉自己的肩膀 一阵剧痛 哎呀 好痛啊 你这个混蛋 快放开我 哎呀 真是好险啊 真是一时一刻都不能大意啊 哎 这样下去 我还能支撑多久啊 可恶的家伙 怎么又回来了 我真的受够了 是阿根 他在硬炒的平台上 快 我们快爬上去 将他救下来 对 我们要快去救他 不然 他真的会被金鸟给灼伤的 太棒了 我有救了 我终于有救了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 阿根最终平安地回到了地面上 谢谢你们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如果没有你们的到来 我说不定就会死在那里 阿根 其实救你命的是那只金鸟 啊 你是说 他救了我的命 没错 这只金鸟 抓着你的衣服 飞到了我们村子上空 然后将你的衣服 丢了下来 大家看到后 非常吃惊 于是便跟随这金鸟 来到了这里 这只金鸟 是用你的衣服 来村子里报信的 啊 原来是这样啊 金鸟谢谢你 从那以后 阿根便经常对大家讲述 自己和金鸟的故事 并劝说大家 不要伤害金鸟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金鸟竟然会这样 重情重义啊 都说动物和人类 能够成为朋友 现在看来 真是的确如此啊 谢谢你金鸟 如果我能生出一对翅膀 那我们一定会是 一起分享的好朋友 不持生命电视台 邮政划播 护明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划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 起见药师法会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 12到13日 恭送药师流离光七佛本院功德经 14日礼拜药师保产 时间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慈悲至夜高雄中山书坊 10月共修行程 恭请战山法师领众 日期10月8日 恭送药师经 祭小龙山 10月15日 礼拜八十八佛 鸿鸣宝灿 祭小龙山 10月22日 恭送地藏经 祭小龙山 时间下午2点 10月29日 八观灾界 礼拜药师保产 祭位49天内 往生者 普佛回向 时间上午9点 地点 高雄中山书坊 高雄市 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7楼 驾讯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呢? 你已经欲修真山摸地 旨意如来大涅槃者 先当是持众生世界二颠倒阴 颠倒不生 是在如来真山摸地 这是先总说明 佛罪恶乱说 你现在有决心 要修成佛的真山摸地